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我們要跟同學們來談談 市場與國家的第三部分 談談國際資金移動與金融和社會政治危機 尤其這禮拜我們來看 1997亞洲金融危機 下個禮拜我們會跟同學們來看 2008全球金融危機跟歐債 之後2010的歐債危機 1997亞洲金融危機 請問從哪個國家開始呢 泰國 然後還有其他的 我們說亞洲 亞洲金融危機 還有亞洲的哪些國家呢 南韓 還有呢 印尼 沒錯 馬來西亞 香港 來看看有沒有 好 那最主要的幾個國家 印尼 馬來西亞 南韓 當然還有菲律賓 新加坡等等的 然後可能都受到一樣的影響 包括我們最後跟同學們來談到台灣 好 那為什麼發生呢 因為談到金融危機是指說金融體系 整個銀行體系 還有加上整個金融體系出了問題 包括銀行跟金融投資公司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金融投資公司又成為非銀行 Manking 好 也成為準銀行或者影子銀行 包括信託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融資機構 還有這些金融管理公司 全部都在內 然後我們提過在經濟自由化之下 各國的資本市場都是走向一個 接觸管制、證券化 還有電子化、證券化就是銀行可以來發行各種的證券 然後不是只是做這種存款、放款的業務而已 還有電子化 譬如網路下單等等的 所以各國政府都是來開放銀行的業務 他可以發行證券、基金來賣給客戶 可以來募集資金 好 所以泰國呢 他從1993年開始來採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他開放境外的金融市場 Offshore Banking Market 然後讓外國銀行可以來進駐 來做境外金融 就是跟本國金融市場是不連結的 是跟整個國際的金融市場連結的部分 當然也開放外商這些外國銀行 來到泰國來設立分行 當然分行就有些業務上的限制了 然後泰銖匯率當時改採盯住美元 那所以泰國一方面 把外資來導入國內的一個金融市場 另外一方面也將泰國的金融市場 來納入國際的金融市場 所以成為一體 那當時泰國 當時世界各國包括台灣 這些投資者都會把資金匯到泰國 投資在泰國的股市、匯市跟房地產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你可以看到泰國的股市 家權指數不斷地上漲 然後房地產也是這樣子 然後而且泰國他採的高利率政策 更加來吸引外資來進入 那印尼呢 我們看看他從1980年代 也開始來採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 然後1983解除了金融的管制 然後尤其到1980下半夜之後 國際油價下跌之後呢 那他面臨了國際收支赤字 然後國際貸款減少 然後國際資金都逃離印尼 然後1988印尼來宣佈全面的自由化 然後開放金融部門跟直接外人投資 可以到印尼來做各項投資 所以外資更容易來進入產業 來投資 那投資這些做產業投資 還有也投資在銀行業 所以你看到的是資金無祖國 哪裡有利可圖就回去拿 然後整個全球像個賭場資本主義 那各國政府來開放市場 尤其金融市場 追求表面的高的經濟成長 國際的投機客是來追求最大的利益 那賭場資本主義 同學們去過賭場嗎 去過哪裡的 新加坡 新加坡還有哪裡 韓國的去過嗎 華客山莊 還有美國的呢 那拉斯維加斯 或者東岸有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 你知道我們當年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在費城 所以就去了Atlantic City 那大家開了一輛車 那五個人 然後只玩那種吃餃子老虎 你把零錢丟進去 然後這麼一拉 然後那個slope machine 然後 常常有時候是一堆錢全部跑出來 好 零錢 然後quartes 然後你又把他放回去 然後有時候你放一堆回去 然後這麼一拉 全部都沒了 被吃了 好 所以你知道最後這五個同學 好 把身邊的錢都花光了 大概300塊美金不見了 好 那有同學還拿出支票 想要用支票了 我們說不用了 不用了 趕快回家吧 好 那這只不過是小賭 好 你只是玩那種吃餃子老虎 你沒有玩賭盤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賭場資本主義 那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整個金融市場像個大賭場一樣 來做什麼呢 這整個賭場資本主義 這些外資進入到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那等到這個泡沫大盜撐不住的時候 他開始破了 這整個是一個泡沫經濟 那1997年7月 從泰國開始 然後蔓延到印尼、馬來西亞、韓國等等的 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 那當時在泰國金融危機發生之後 外資跟本國有錢人的資金都快速脫逃 那泰國政府只好改採浮動匯率 然後泰國不再盯住美元 然後貨幣大幅的貶值 泰國貶貶了一半 然後印尼頓貶了三分之二 你知道這麼大幅的貶值 對誰最不利 對人民很不利 那你如果有10萬的話 你只剩下5萬 好 那可是如果有一億的人 他是少了5000萬 所以你知道這些有錢人 這些外資絕對是好的 尤其在本國貨幣變值的時候 好 我們來看看 尤其當時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 東南亞各國國際收支的一個平衡帳 出現大幅的赤值 國際收支的帳戶裡面 最主要是有資本帳 資本的來去 還有金融帳就是進出口 那尤其他們的進出口的金融帳 次次還更大 資本帳當時非常多外資的進入 但是一發生金融危機 你可以看到這些資本是脫逃的 那我們來看看他們的金融帳 出現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尤其在1985之後 日元不斷地升值 所以日本的企業呢 他就大量地整廠輸出到東南亞 做投資生產 那東南亞各國 最主要他們的出口是出口到美國 但是為了出口呢 他必須要由日本來進口更多的原料 還有零組件 那本來他們進來進行的這個工業化 叫進口替代工業化 就是你來替代進口 然後你進口減少 應該是可以來縮減國際收支的次次 但是哪料到他變成為 你為了要工業化 你必須要進口更多 所以成為一個進口密集的工業化 所以進口多表示你的國際收支 尤其經常漲是次次更大的 好 那印尼則為了促進經濟成長 也是獎勵引進這些外國的企業資金 然後他從稅市匯率上 也是來著手來促進工業化 但是跟剛剛講的泰國一樣 東南亞國家一樣 他必須要進口更多 國際收支次次的擴大 那當時我們看到印尼的經濟體 更加的脆弱 然後國際的金融機構就開始來抽回銀根 然後國際資金加上國際資金投機化 我們剛剛說進入股市會市 房地產 然後終於在1997年 繼台國之後 印尼也爆發了金融危機 然後我們來看看韓國 韓國為什麼有金融危機 那韓國的工業化 我們知道他一直是掌握在大財閥的手裡 而不是像台灣 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那韓國政府來掌控銀行的經營權 跟融資的對象 所以政上勾結非常的嚴重 那這些大財閥來設立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 那這些像金融投資公司的非銀行 還有像保險公司 然後來幫助他們採閥內的金融業務 因為政府掌控銀行 採閥之前是不能設立銀行的 但是這些金融投資公司 他不受到中央銀行的管控 那向國外的一些金融機構大量的貸款 那但是到1996 韓國的半導體產業 那因為過度擴張 所以產生供過於求 而且當時日圓又貶值 日本半導體有很大的競爭力 所以當時韓國半導體的收益大幅的衰退 那到1997年我們看到說 韓國有30家大財閥裡面 有7家是在進行清產或者甚至破產 那其他財團也出現經營困難 財務不佳的狀況 所以整個經濟是很不好 所以這些大財閥都出現 呆帳跟超額貸款 然後股市也動盪而深陷金融危機 這是我們看到在韓國的狀況 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一年 那美國的聯準會主席 當時是Alan Greenspan 那葛林斯潘他當時說了一句話 他說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 並非因為熱錢 而是當地某些產業發展過熱 同學們來思考這樣 這個一句話 他講的這句話 那你同意嗎? 不是因為熱錢 而是當地某些產業發展過熱 那某些產業譬如房地產 那或者韓國的半導體 或者是他的股市會是 在東南亞的股會是等等的 那所以同學說呢? 不同意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他們國家的房地產 後面炒得那麼熱 因為來自於外資 同學說房地產 所以會被過熱是因為外資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因為如果光靠泰國本地的資金 你想他的股會是他的房地產 可以有這樣子的漲勢嗎? 不可能 好 那所以資金哪裡來? 資金哪裡來? 那當然來自於國際的資金 好 那尤其是先進國家 他有大額的退休基金 還有私募基金 很多銀行的私募基金 好 那而且這些 我們要看這些外資 這些國外的資金 然後進入當地的股會是房地產 他是長期投資嗎? 是不是 同學搖頭說不是 好 不是 好 那不是 那他常常是什麼? 待個三、五天或一個禮拜 等股會是漲了 好 漲夠了 他就獲利了結 這樣一個字眼 同學可能在報紙上 你會常看到 報章雜誌 電腦新聞 你都可以看到 外資獲利了結 是什麼? 哇 我賺夠了 我就匯出了 走了 好 那所以這些油資 常常被稱為熱錢 Hot currency 好 但是我們要來問同學 為什麼熱啊? 你知道Hot potato對不對 Hot 它是Hot 燙手山芋大家都不要 然後呢 但是呢 熱錢呢 哇 這是很多人手裡掌控的熱錢 為什麼成為他熱? 因為他 什麼原因? 快速 哇 同學知道 因為他的來續非常地快速 而且是什麼? 投機性的 對不對 我會到一個地方 三、五天 一個禮拜就走了 那比起以前的製造業的投資 我譬如從美國匯進台灣 我設立一家電子工廠 然後我從開始建立廠房 到開始生產 到投資 然後出口 然後獲利 通常你開始要獲利是至少三、五年的事情 所以製造業的投資 這些實體的投資 你常常到一個地方是不止三、五年的事情 但是現在你看到是三、五天 好 然後所以這個不是投機是什麼呢? 但是我們來看看股神巴菲特 他這麼說 他說我在全球各地的投資都不是投機 因為他們至少都在當地待一個月 一個月 好 而且巴菲特還說過 他說我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子的投資 或者這樣子的賺錢 他說無關乎道德 好 無關乎道德 賺了錢就死了 賺了錢就走 而且他常常做一件事 到世界各國看哪一家股市 那個家群子是跌到最低 這個股價最低的時候 他就大量進去買 然後等股價漲了 他就把它賣了 然後他就賺了 你說他做了什麼事? 對 同學搖頭他什麼都沒做 只是因為他有錢 對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來談到現在 國際資金 好 那你根本不用做實體的投資 但是你賺錢 但是這些非常多是投機型的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 Grinspoon為什麼要講那句話 他說不是因為熱情 而是因為當地產業發展過熱 但你明明知道當地產業發展過熱 是因為國際資金這些熱潛的進入炒作 好 然後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我們認為他是在為西方人脫罪 因為這些資金來自於歐美國家的 這些退休基金 這些私募基金 好 而且他認為亞洲金融危機 他純粹是亞洲的金融機構運作不夠透明 什麼叫做金融機構運作不透明 譬如 如果你需要借錢 你走進銀行 你走進銀行 銀行會要你來提出各種證明 你有什麼房子嗎 車子嗎 或者你的收入多少 對不對 而且必須要有這些財產的抵押 然後他說我借你多少 好 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個來頭很大的 你是立法委員好了 當你走進銀行的時候 你得到的待遇是什麼 直接進VIP room 對 然後問說你要借多少 不管你開個多少 他說好吧 好 就這樣借了 好 借了沒關係 但問題要不要還 問題要不要還 好 我們再看看要不要還 然後格林斯潘他說 他說亞洲 然後金融機構的運作不夠透明 所以有一個名詞叫Chronic Capitalism 我們把它翻成親信資本主義 或者全代資本主義 就是這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或者金融體系的運作 我要看你跟我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有沒有特殊的關係 他不是每個人怎麼樣 一視同仁的 不是白紙黑字的規定 每個人都要遵守的 好 所以格林斯潘他認為說 這是正商勾結 這是金融機構的運作不夠透明 那你所以會有呆帳 會有各種的問題 這是因為你的金融體制的問題 好 那當時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他開始來介入這些 來遭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 然後他們要求來關閉不散的銀行 跟金融投資公司 當然他也貸款給政府跟銀行 來解決這樣子的危機 因為你可以知道這些資金全部都淘了 整個經濟的衰退 整個幣值的下跌 然後企業關閉 人民就失業了 經濟不景氣 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但是你知道IMF的貸款 天下沒有百姿的午餐 接受IMF的貸款 他有附帶條件 這附帶條件是 供應事業民貿 還有你國家財政的問題 你要減少公共支出 還有要調漲國家補貼的各種的費率 譬如電費、水費等等的 還有最重要的 藉機要求貸款國要來開放市場 這是什麼呢 譬如韓國來接受IMF的貸款之後 進行金融改革 然後國營的這些金融機構 這些銀行都民營化 那但是也造成這些金融機構是什麼 財團化、外資化 那韓國本來是有限制企業跟銀行 他們的外資的股權不能超過25% 但是接受IMF貸款之後 這些銀行跟企業都成為外商銀行跟企業 然後政府被人民罵為賣國賊 那你就把這些企業、這些銀行拱手 成為外國人所擁有的 當時泰國跟印尼來接受IMF的紓困措施之後 也緊縮經濟 那關閉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 那很多企業因為銀跟緊縮而倒閉 因為你知道要關閉這些金融機構 銀行或金融投資公司 你知道他們一定會先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 收閃 對不對 清算我帶出去的錢 我一定去要回來 所以這些企業就被要求要來還款 然後造成這個銀跟緊縮 企業要還這些錢 他可能就是無法繼續營運和倒閉 然後兩國政府來依IMF的附帶條件 也來開放市場 然後提高稅率 還有這些油電 這些公用的倍率 然後來減少政府的公共的支出 然後金融危機之後 東南亞各國面臨經濟衰退 很多人失業再加上通貨膨脹 你知道失業再加上通貨膨脹 那是非常慘的事情 你已經沒有收入了 所有物價在上漲 然後人民生活來陷入 很多人陷入困境的 那當時印尼呢 因為經濟大幅衰退 失業增加 所以社會良極化加大 貧窮的問題更加的嚴重 甚至當時你看到民生物資的缺乏 大家排隊來買油鹽米這些 然後造成全民的不滿 所以爆發了抗議政府的學生運動 還有各種的社會運動 所以最後蘇哈陀政權是被推翻的 好 這是在印尼 所以來猜猜看 那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有哪一個東南亞國家 是拒絕接受IMF的貸款呢? 馬來西亞 答對了 沒錯 當時的總理馬哈蒂 他是民族主義者 他主張說這個事情就由馬來西亞自己來解決了 然後他提出說從部長開始減薪十分之一 然後要求企業可以減薪 但是不可以裁員 那這樣子人民就不會失業 而且政府改採浮動匯率 然後當時馬幣貶值 他反而吸引大批的隔壁的新加坡人 到馬來西亞來購物 然後反而是緩和了經濟的衰退 最後馬來西亞是成功度過金融危機的 那所以我們要來看看IMF 叫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ailure嗎? 好 另外你看到1997亞洲金融危機 2000年網路經濟泡沫化 跟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 2000年這是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 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你看到以前有經濟不景氣 他可能實施在歐美 或者在亞洲或者在某個地區 可是2000年你看到全球各地都一樣 是經濟同步不景氣 大家都不景氣 那你想要怎麼辦呢? 好 當然你要問為什麼發生呢? 好 那再來更大的經濟危機 是2008全球金融危機 有人把它稱為 這不只是金融風暴 這簡直是金融海嘯 好 大家都逃不過的 好 再來2010年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 這是我們下個禮拜要跟同學們談到 談2008全球金融危機 然後跟接下來的歐債危機 好 然後之後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 都在全球蠢蠢欲動 好 譬如在2013的第二季、第三季 三個月危機 好 然後第二季、第三季 幾乎都可以成為南方國家的金融危機 以及南方國家最主要是指這些開發中國家 有時候我們會成為南方國家、北方國家、北方國家 大部分都是先進國家 以開發國家 所以這些開發中國家呢 幾乎是資金大量的淨流出 流出 那包括當時的印度、印尼、泰國 還有巴西這些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 這些Emerging Markets 好 那資金大量的流出 你就可以看到可能流出他的股市 會是房地產還有各式各樣的 這些企業所借貸的錢 然後2015一樣的第三季 那你可以看到全球的股災 真的是像個大災難一樣 那下跌 然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快速趨緩 中國大陸從2011之後經濟就開始趨緩 但是2015之後快速趨緩 那你可以看到 尤其這些國際原物料的價格崩跌 因為中國對這些的需求減少 世界各國的需求也減少 那包括銅、鐵 還有這些煤礦等等的 那像國際的銅礦 那像巴西外銷非常多的銅給中國大陸 那但是銅的價格慘跌 跌了三分之二 好 然後煤礦、鐵礦這些價格都跌了一半 所以巴西你可以看到現在是什麼 呈現經濟衰退的狀況 然後因為他外銷很多這些原物料 那這些到中國大陸的 還有到國際的其他地方 但是原物料的價格崩跌需求減少 那全球 尤其全球貿易量也大減 然後再加上外資大量流出這些發展中國家 包括印度還有東南亞國家 台灣也一樣受影響的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造成很多金融的問題 國際資金的進出的問題 然後一直到今年也一樣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 你可以看到這些 那幾乎全球金融危機 或者某些地區的金融危機是 都快爆發了 譬如在中國大陸、在亞洲 譬如亞洲你可以看到每次美國 那聯準會準備要升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資金 有大量撤出這些國家 那但是一步升息或升息過後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資金 又重新回來炒作他的股會師 房地產等等的 好 那當然最後 我們要跟同學們來討論 台灣有搭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末辦列車嗎? 台灣有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嗎? 同學說有 有 要看看為什麼 然後台灣當時在2000年網路 泡泡化跟全球經濟同步景氣之後 2001年我們的失業率高達4.6% 2002年再創歷史新高5.3% 那2000年也開始台灣首次的政黨軟體 阿扁總統上台 那他上台之後就開始來進行所謂的金融改革 那當時在2000年政府有先通過了一個 金融機構的合併法 然後藉由同業的合併來減少銀行的家屬 那2001有通過了金融六法 可能同學都聽過 然後這裡面就是可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 來做什麼呢?讓金融業他可以來跨足這些 來行銷很多金融商品 可以做很多跨業的整合 跟證券跟等等的其他的保險等等的 來做來賣各種的金融商品 然後來增加獲利 尤其這裡面金融商品 你知道是什麼金融商品 這是下個禮拜我們會跟同學們來談到的 基金 那基金很多那裡面叫做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derivatives 那這是什麼呢? 就是銀行把一些譬如他貸款出去的 那可是這些企業或者這些貸款者 那他的財務狀況可能不見得很好 但是銀行把他包裝成為一個譬如證券好了 然後讓你來投資 而且讓你來壓說怎麼樣 這些企業以後的營運會變好或變壞 然後你要壓對方向 你壓對方向你就得到你的投資的利潤 他可能是一倍、兩倍 用倍數的 但是如果你壓錯方向是怎麼樣? 你要賠 這個倍數是比你獲得利潤的倍數還更高 好 所以這是用倍數 你現在銀行你的存款 你的利息多少? 1.4% 對不對? 是1% 我們現在還在爭論18% 就是18% 好 那但是問題是銀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他是用倍數的 拿18%而已 他是不只一倍、兩倍 可能三倍、五倍 如果你要賠可能這個賠率是10倍 好 那你說這是什麼呢? 尷尬 好 同學知道這個名稱叫尷尬 但是實際他是什麼? 你要壓他的方向 是漲或碟 變好還變壞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賭博啊 對不對? 這是投機性的 那你不是說我錢放在那邊 好 那我可以弄個三倍、五倍 好 那可是他是要你來壓方向 會漲、會跌、會變好、變壞 好 那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好 我們先跟同學們來談談 台灣的兩次金融改革 在2002年有所謂的第一次金改 他目的是要提升資本的氏足率 降低於放幣 也就是你的放款跟你的這個 好 與其不還 就是待賬 要打消你的待賬的意思 因為當時待賬太多了 好 但是我們要問 是誰的待賬呢? 是你我的待賬嗎? 絕對不是 是誰的待賬? 很多的企業 很多的民意代表 還有副中國大陸投資私利的台商 這些台商借了錢是怎麼樣? 不是跟留台灣 再留台灣 他即使在中國大陸賺的錢 他也不還台灣的錢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2002年你可以看到 銀行當時有大量的待賬 那所以第一次金改是說要打消待賬 然後第二次2004年第二次金改 是要鼓勵銀行的合併 尤其當時供應事業的民運化 所以在阿扁任內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台北富邦銀行 他是台北銀行跟財團的富邦銀行 對 變民運銀行 然後被併購 然後國泰四華就是 你先看到國泰四華 但是他是國泰的集團 跟本來的四華銀行 供應的銀行 被國泰併購 然後兆豐國際也是 那這原來是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一樣的供應銀行而被併購 所以這是台灣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你可以看到金融機構出現的大額的待賬 金融機構 那雖然大量的民運的銀行的設立 但是營運狀況並不佳 所以要求整併 然後甚至供應的銀行 民運化 那民運化當然就這裡面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土利財團的問題 是不是用地價來賣給財團 然後讓財團來掌控台灣的金融呢 好 那所以最後呢 同學們認得他嗎 他叫利貝林區 好 非常漂亮 但是他應該是在山上的 沒錯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出現在台大的校園 好 我跟你們介紹的鳥都是 在台大校園看過的 好 剛剛同學提到了這個名詞 叫做我們剛剛提到是說境外金融市場 剛剛同學說離岸的金融市場 好 就是好像你不上岸 好像是在境外 好 那譬如台灣好了 你在台灣的境外 但是他不是真的叫境外在海上 不是 是說我設立一個金融市場 設立有一個叫做境外金融市場 但是讓外資 讓外國銀行等等的可以來進駐 但是這些金融市場的運作 跟本地的金融市場是無關的 那本來因為你知道每個國家要來開放 但是他可能不會馬上開放 讓外資來進入 或者讓外國銀行到本地來營運 因為你知道這是基於保護本國的金融市場 保護本國的銀行的運作 所以他設了一個叫做離岸的金融市場 外資可以進入 但是你只能在那個市場的運作 你不能來進入本國的金融市場來運作 那這是先前段 然後來讓外國銀行或外資來進入的運作 可以對本國的金融的部門影響比較少 那他同時有設立一個叫做外 就是外國可以 外國銀行可以來設立分行 可是你知道很多分行的業務是被限制的 好 那所以這樣子做還是為了基於保護 我本國的市場 我本國的金融市場 我本國金融的一個運作 不會受到這些外資、外國銀行、外國企業的進駐 而產生很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真正的全部金融自由化 是完全開放的 但是每個國家不會一開始就做這麼大膽的 完全的開放 不會的 所以會有離岸的這些金融市場的運作 或者叫做境外金融市場 那他們只能在某些範圍內 來做什麼樣子的資金的進出 或者投資等等的這樣子 好 剛剛同學問說 那這樣子的資金跟實體經濟已經脫離了 好 那沒有錯 那你可以看到像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巴菲特的例子 對不對 好 他做這樣子資金的投資 但是你問他 他做了什麼 他生產了什麼 都沒有 對不對 但是他賺了錢了 所以你常常看到現在一些國家 你看到他經濟的成長了 但是你看到他實體經濟毫無改變 甚至還衰退了 但是他是用金融部門的成長 來帶動他的經濟成長 然後金融部門就是這些資金的來去 外資進入 投資當股市場 會市場 然後房地產漲 那你看到這是經濟的成長 但是他跟實體經濟 什麼東西被生產出來 毫無關係 當然有人會說服務業 他也有服務的提供 製造業或這些工業是說 有東西實體被生產出來 但是服務業也有服務的提供 但是這個服務的提供跟一般的服務的提供 我們剛剛說的這些資金的投機 跟一般服務的提供就很不一樣 你說服務的提供 譬如醫院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學校提供什麼樣子的服務 對不對 這邊還是有所謂的附加價值 還是有很多人受賄 但是股市的這樣子的 這樣運指數不斷地上漲 你說好吧 還是有很多投資者 然後他還是賺了錢了 他受賄了 還是顯示在叫做國民所得上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服務 最後誰獲利 譬如台灣的股市好了 誰獲利 有錢人 一個是有錢人 他不是一般的散戶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外資 這些尤其外資法人 那更是他們的資金大額 來進出股匯市 而且他們常常對於股市是呼呼喚語 那而且他們常常會來聯合 來買某些股票 或者來賣某些股票 然後這些散戶當你追的時候 你常常是追不上的 要追賣的時候 你要買的時候他已經很貴了 然後要賣的時候 你已經賣不出去了 因為沒人買了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來看到 剛頭就問的 那這些所謂的finance capitalism 這些金融資本主義 跟所謂的實體的製造業 那或者服務業的提供 有這些所謂的實體經濟的 很不一樣 那尤其剛剛同學問到 這個貨幣現在已經貨幣 已經不是這種實體的貨幣了 不是你拿在手裡了 他可能是什麼 你根本沒看到他是什麼 好 這些這麼多的虛擬的貨幣 而且他的壁值有時候還被炒作得非常高 可是一夕之間可能又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或者他成為不合法 或者他的壁值崩跌 那 所以這些很多虛擬的 甚至有些這些資金 有些人也把他稱為他叫虛擬的資金 好 那也就是說跟這個實體經濟 其實他已經完全脫鉤了 所以這是現在很嚴重的問題 你真是有些人 如果說出了 我會來看看 他會說有些人 你會說有些人 然後也會說他會說 他會說有些人 你說甚麼 那也是 他會說有些人 其實他會說他會說